大家好,我是Rachel,来自香港 Avalon跟我做了三次的疗愈 我会说这次疗愈是一个诚实之旅 我诚实的面对了我自己的内在 还有童年的一些创伤 还有就是内在的一些恐惧 在我还没有做疗愈之前 我会形容我的状态并不好 我的生命里面的两位重要的人 就是我妈妈跟我爸爸的关系是怎样的了 我跟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已经去世 但是就是每一次我会常常想念她 想到她的时候我会流下一些眼泪 跟我爸的关系其实我会形容是很紧张的 我们之间很多抗拒 至少是我自己内在的感觉是很抗拒 很难就是用我的真心 还有我全心全意的爱她 我很想突破她 在我人生里面 其实我还没有做疗愈之前 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种种的一些不卸调 我就觉得是时候要穿越我自己 所以我就 Avelyn就跟我做了一个疗愈的过程 第一次的疗愈其实我就重返了我妈妈的那个子宫里面 我重新感觉到她在怀孕的时候的那些不安还有恐惧 我跟她的那个感觉是很同步的 我在这次的那个深入她怀孕期间的那个感受 我是找到了我自己 讨厌我自己 憎恨我自己 还有我的内疚的全员 那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想起她我会流泪的那个原因 做完了这次的疗愈之后 我想起我妈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再流泪了 而且重生经历过一次的那个重生 出生的那个经历 也让我缺了我自己 那个我是值得拥有我的人生 拥有我美好的人生 那个是很熟悉的一个过程 第二次的疗愈了 我经历了我的童年的创伤 也经历了我爸爸人生的那些创伤 之前我跟我爸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张 我很恨她 因为我很多的童年的那些创伤也跟她有关了 但是当我经历了她人生的痛苦的时候 我慢慢的就生起了一些很多很多的慈悲 还有对她生起了爱 现在我跟她的那个相处 我已经是可以很自然 没有再抗拒了 而且我对她的爱的流露也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我能够跟她 跟她好好的相处 也能够好好地感受她对我的爱 第三次的疗愈呢 其实是处理我自己 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很差 我不够漂亮 我什么都不够好的那个部分 谢谢神神兴存在 天使们 还有Evalon 我坐在这样一个量子的层面 跟我做了一个很彻底的那个亲吻 我经历了三次的犹豫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在决策我自己的情绪 还有我的言行的时候 我的觉知其实是提高了很多 而且我也确立了我自己 其实是值得拥有我美好的人生 值得拥有这一个人生的 所以我很谢谢神 很谢谢Evalon 也谢谢我自己的勇敢 谢谢 谢谢